嘿大家好我是SIM 哈囉嘿大家好我是全好 那今天呢帶來是象牙豬 那象牙豬的話我是攻擊跟速度練滿哦 那因為象牙豬雖然看起來體型很笨重 但他速度其實沒有到很慢 有時候可以意外超車一些寶可夢 那特性呢就是火系跟兵器的技能傷害會減半 那這種特性呢其實蠻好用的 那因為最近的兵器寶可夢很多啊 那火系的寶可夢也會跟著多起來 那剛好這兩隻屬性呢 他都可以用後脂肪去counter到 那給他帶太金水呢 是因為他本身是怕火系跟水系 那我們就可以用太金水呢去躲掉 那火系技能的話打過來的傷害會變成四分之一 那剩下的草系的話就沒辦法啦 那帶的技能是本系的地震 再來是冰柱最急 有時候可以讓對手畏縮 那太金爆發我們是太金水 那再來一個冰力先制技能 那這邊的話我們就首發九尾 然後上來開極光木 然後增加象牙豬的雙防 那象牙豬不要看他這樣肥肥重重的 他的雙防其實沒有到特別的好 然後對方有三隻怕格鬥系 那就上烈焰猴大師兄好了 對方首發是 OK是帝王契額拿撥 那他有可能就是哈欠隱形岩的組合 不知道有沒有帶鋼系技能 因為我們九尾是四倍弱鋼 被打到的話 我們先開個極光木好了 如果他有加農光炮 可能可以擋住一發 然後他有可能帶的是圖 有可能帶圖擊背心吧 也有可能帶氣勢披帶 首發的話 但是他很硬 我們這邊冷凍乾燥打一下好了 以免他有什麼氣勢披帶之類 先把他打掉 差不了去死了 結果對手是殺隱形岩 OK那剛好我們的大師兄 我給他是穿這個穿靴子 所以這個隱形岩呢 我是完全不怕的 他有可能會想要再用一次加農光炮搞我 加農光炮的話 我是二分之一傷害 所以 我們還有極光木 雖然說我們氣勢猴的 物防 特防不是很高 但是 雙重的保護之下 應該效果不錯 我是說防禦效果 果然喔 打不到20滴血 那 因為他是剛性 他知道我一定用格鬥器打他 然後他剛剛有一支正義法 不知道他會不會 會不會派正義法出來 因為如果用 競爭戰打的話 只有正義法可以躲掉 其實蠻怕的 OK他真的要換下去了 拜託不要吃正義法 什麼都可以 不要正義法 GADAM 真的是耳朵長長正義法 OK 那 這邊的話 我不知道 閃燕衝波能不能把他轟掉 因為正義法的物防其實蠻爛的 但我必須先撐過這一次的月亮之力 但我們有 水啦 我們有這個光牆啊 不是光牆啊 我們是極光木 哇 直接收掉這支正義法 太舒服了 呃 哇靠 邊上剩下兩滴血 那他這時候應該不會再派帝王拿坡上來 除非他有 他不會有什麼水流噴射吧 他不會 哇他真的帶帝王拿坡 但他已經知道我會打精神戰耶 會不會真的有帶水流噴射要直接把我射掉啊 呃 如果打精神戰的話我就會先死掉 我也沒什麼寶可夢 我覺得直接音速權跟他拼好了啦 看能打掉他多少傷害 應該沒辦法直接收掉 哇 剩一半 欸哇靠邊勒 他直接吃文釉果 啊 那他感覺不是水流噴射耶 我想太多了 哇 找到精神戰打下去了 結果他是帶這個衝浪啊 那我剛打精神戰的話就可以直接把他收掉了 好 沒關係 那我們這邊就派主角象牙豬登場 啊象牙豬久等了 象牙 好 那這個先出來採個隱形眼 啊 那我們就直接地震吧 他的太監好像還沒繳 不會突然來個太盡飛吧 欸地震先尻了 我們象牙豬的速度是 應該算起來有個100多 種族值是80嘛 哇這邊呢是成功收掉 速度只有60的帝王拿玻璃 他剩下最後一隻 OK太棒了是物攻型了 而且他是剛系的話他一定想對我用剛系技能 不一定啦這隻 路卡利又不知道是特攻還是物攻 兩 兩種都有可能 那我們直接太盡水吧 因為他一定會想用剛系技能打我 那剛系打的話是兩倍 但是如果他現在變成太盡水的話打過來是二分之一 啊再加上我們現在還有雪天 哎不過我變成太盡水的話 哦雪天就不會給我1.5倍 得這個防禦力 啊結果還是很癢啊兄弟 他們地震直接烤了耶 有沒有氣勢披帶 有在你身上 啊不過這一場 基本上就到此結束啦 雖然沒下雪啊 但應該沒別招了吧 不會突然一個泰晶墊打過來吧 好對方選擇投降 感謝象牙豬的努力 好那這一場的話一樣是首發九尾 然後帶上豬仔包 最後我們用賈賀人挖去打惡鬼碰好了 然後土地雲的話我們人挖也可以打 算土地雲是四倍落冰啦 OK那就這樣吧 好那對方的第一隻是 土地雲 啊土地雲的話應該也是上來先撒個隱形眼吧 啊他這邊應該是威克特性 但是對我來講完全沒差 但我在想要不要直接暴風雪給他打下去 因為他是四倍落冰啊 飛行系加地面系 而我的速度其實很快 如果他不換的話 他很有可能會GG哇 啊結果他不換嗎 哇直接下去耶 天啊這一回合也太爽了吧 馬上就變成三打二 但是我蠻怕他下一隻寶可夢 如果比我快的話我極光木就開不起來 然後下一隻是惡鬼碰 那惡鬼碰他目前是草系 他還沒有變成太金火 我們先開奇光木好了 他有可能會開太金火揍我 那如果開太金火的話 我們剛好可以派象牙豬出來打 好吧他直接就準備太金火了 那我們的象牙豬是有太金水的 所以這個太金火是完全不怕 但是他有木角 木角象牙豬是地面系也還是會怕 或是水系也都會怕 好這邊的話 極光木我們先開速度比較快 看能不能擋住這一波 擋不住的話我們就得換人了 好極騰棒 準備尻過來極拿棒這個傷害 他擊一下直接剩6滴 好我們先留著 先先留著九尾先留著九尾 呃到我們這邊地震是可以打他嗎 可以確定地震是可以打到他的 不過這個九尾有沒有必要留啊 呃感覺九尾好像也不用留了啦 算了九尾不用留了 我們直接 威力最大的暴風雪打下去好了 威力110 那九尾是完全沒加特攻的 呃對方用尖刺防守的話 欸他為什麼要尖刺防守 哦他在拖啊 他在拖我的極光木跟我的雪天時間哦 所以 哇這樣子有點尷尬 啊我剛剛應該要換 我剛剛如果換象牙豬的話 這回合就賺到 不過也沒辦法沒有預測到他有尖刺防守 那邊暴風雪尻掉一點點血而已 啊這邊只能接受他這個極騰棒的洗禮啦 極拿棒又敲下來啦 那我的象牙豬出來的話 他應該也還是會用尖刺防守 那他 有一隻飛行系 閃電鳥跟土地羽嘛 土地羽已經 已經隔屁了 所以如果我等等用地震尻他 不知道他會不會換 不知道他還沒帶閃電鳥 因為他已經帶一隻飛行啦 所以 呃 抖 我們象牙豬上來用地震 他應該是沒有寶可夢可以 可以接吧 那這邊地震直接尻下去 不過他應該用尖刺防守擋住 好我們地震不是接觸型的 所以不會遭受到傷害 好的 那這邊地震沒尻出來 那他也順便就看到我帶地震了 欸 懂 那我們就直接再發地震吧 耿直的地震直接打過去 直來直往沒問題 來就補 哎哎 哇 他換別人來扛了 那惡鬼碰帶那個面具出來 攻擊力也還是一樣會提升 好的 出來的是閃電鳥地震直接 沒去 呃 那 因為他知道我是兵器嘛 所以 我打閃電鳥的話 他有可能會再用惡鬼碰的火器出來打 所以我這邊就抓他換 靠邊咧沒換 哇 靠邊咧 哎 結果他都對我用電磁波 他可能也想要換 呃 但是他可能看到我這個傻逼操作啊 我直接用地震了 那他也應該是在拖 我這個象牙豬的時間 哎 水哦 直接把閃電鳥收掉 他可能在拖這個雪天啊 呃 等 因為他是物攻嘛 哇 那這邊雪天沒了 那九尾我也沒留著 剛剛該先把九尾留著的 我覺得 我覺得那一波應該要換的 呃 不過 這邊他是不可能有什麼氣勢替代啊 只要被我地震打到一次他就掰啦 那他能打我的話就是木腳 所以他可能用木腳打我 那我也不用腳太緊了 那我速度比他更快 不然能不能直接收掉 OK 直接收掉 漂亮 這象牙豬呢 真的是幹的不錯 啊 剛剛的稍微地震操作有點白癡白癡 哎 但就是被預判到了預判 就這樣